接著來做一些墨跟墨濃度的問題 第一個就很簡單 就是給原子量然後質量然後問墨 就是很容易 我們說墨就是質量取原子量或分子量 所以就直接除就知道兩墨 簡單小問題 但是是基礎的觀念要曉得 怎麼樣從質量去求墨 反過來就是怎麼樣從墨去求質量 OK 然後就問你說那120克的氫氧化鈉有幾墨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需要會算分質量 然後帶到公式裡答案就出來了 OK 很容易很簡單 這樣多少勒 這位叫做8號 8 8 8號 你說什麼 3 你說3嗎 你說3嗎 你說3 你說3墨喔 我需要先算出分子量 因為墨是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分子量就是原子量相加 然後加出來40呢 很簡單 120除以40叫3墨 容易小問題 下一題就是49公克會有幾墨 跟剛才一樣 只是數字不一樣而已 想法是完全相同的 然後硫酸的分子量應該已經寫到會倍了 24號 24號 24 多少 0.5 請坐下 你答案叫做0.5 好 一樣 質量出原子量或分子量算分子量 分子量原子量相加 加出來98 然後就出來就是0.5墨 這就是 第一種簡單的問題 給我質量讓我求墨 OK 接下來 他跟我1墨有幾功課 剛剛跟你講過了 一個是有質量去求墨 另一個就是有墨去求質量 然後呢 因為是墨 就是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所以質量呢 就是墨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那算出分子量 原子量相加 然後呢 有這樣子 帶 那我是用公式直接帶 不是變成另外一個新的公式 所謂的質量等於 墨乘以原子量分子量帶的 但是做法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就把它算出來 有342克 通常我們是會想成質量等於墨乘 原子量或分子量 沒差啦 反正 算是也幾乎是差一樣的 OK 好 停車站接問 這樣耶 鋼胺酸 你不懂什麼叫鋼胺酸 也不重要了 看到分子4就好了 請問0.2墨有幾功課 帥哥美女 這個應該要找美女 這個應該要找美女 美女叫做 14號 14 你說什麼 15 請坐下 你答案叫15功課 不是一樣 墨乘次質量出於原子量分子量 我需要算分子量 原子量加起來 然後呢 0.2墨有X功課 然後呢 就是這樣算 答案就15 OK 簡單小問題 簡單小問題 解決 下一個 酒精化學士給你 兩墨酒精幾功課 一樣 一樣 然後 對啊 都是同樣的提型 就是我把一些會考的提型 告訴你的同樣的提型 好 前面的提型叫做 池量求墨 現在的提型叫做 墨求池量 OK 帥哥男 叫做 29 29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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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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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通常我們是被 被質量乘以 等於墨乘原質量分質量 不過沒有差了 沒有差別 這就是另外一個提型 給我墨 希望我去求質量 OK